继续回来和比比解答大家的提问 说一下小米和吉利175 两个不同股份 查询有人留言 想问小米25元买入的 吉利30元买入 究竟是搜还是沽号 先说小米 好 其实小米和吉仔都是令我失望的 但是我只能这么说 当中市场有不同的反应 也有不同的消息 我只能够这么说 我觉得短线吉利的 没有短线 未来三个月 吉利的上升空间好像会比较吸引 小米最近也有很多消息 有些创始的股东有离职 加上大家传闻就是全力会造车 雷君爷爷就说要全力一搏 那问题就来了 我们一般投资者 参与二手市场的 就是希望你做好一间公司 我去买一点 分一下你盈利 股价上升 如果我要跟你博的 我就是一个初次投资者 我是一个天市投资者 我是一个完美金 所以做得少股东 少投资者 我就是不想跟你博的 所以其实他这样说 是会令到市场很害怕的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事后这么看 特别的吉利是买得很贵的 你说二三四元都关关我事了 但是第一件事 不要怪我直接 第一就是 买入的价格很重要 第二 如果见到不对路 有时候真的要做一些风险管理 现在明显地 无论25元的小米 30元的吉仔 都是跌超过15-20%以上 已经错失了一些最佳的风险管理的价格 所以我第一 我见到小米 似乎在大概16元边 就触动到一个底部 底部打得漂亮的话 就算欠缺利好因素 难大升的话 我都不建议你这个委沽 只不过 他在未来的反弹 所谓的阻力 就会在17.7附近 你看一下 但是17.7 你会不会做些减磅 因为你问得两只 我怕你都不是太小货 我心理压力会大的 好了,另一只 就是说17.5吉仔 我想驾驶这只 其实情况差不多 那都是大概17个岭里面 初步做到一个底部 但是我能够见到的是什么呢? 他的汽车销量 因为随于有些新车款出 其实他2022年 卖车应该就不差的 只不过就是1月份 可能有一些假期关系 因为上年的新年和今年的不同 令到其实基本上 内房、汽车销售都是一般的 但是如果你淡化了 这个假期的效应的话 再看一两个月 汽车销量回升的话 应该对长城、吉利等等股份 是会有个帮助 那再加上就是希望 所谓的碳酸力的价格 或者所谓的新能源的电池的成本 可以不要再升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他来说也是多一个的利好因素 所以我就暂时这样看 两个我都倾向 也错失了最佳的指舍 或者封卿管理的价格 这里说真的 你30元买 17元沽 和16元沽 和15元沽 其实差别不大了 那不如就拿着它 但是如果计算反弹的力度的话 未来三个月计算 我觉得吉利会比小米 所以你有两个如果要尽量减磅的话 看看会不会反弹之后 就是减减小米 当然了市况不断在变的 在这一刻来说 我觉得未来三个月吉利可以提高一线 但也不是回到25元27元那些位置 就是似一线似一线 说真的 碳酸力去年一月每一吨是6万元 现在38万一吨 那你怎么可能回到去年那些 就是一般汽车股 就很难回到之前那些高位的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